一位名师 拥有极高智慧 他能看那看不到的东西 听那听不到的声音 知那不知的事物 一位名师 他能看到你的心中 他能知道你的需求 他能一句话让我们误导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达摩祖师 如何运用高智慧度化众生 大师兄 那不是天主僧人吗 我跟你们说 在污泥之中长出清洁的莲花 你们只可采妙莲之洁净 绝不可取污泥之浑浊 想不到大师兄随口就能误导 剩余污泥之莲花也可去 社区凡事区区金髓 妙哉妙哉 不变 随缘不变 污泥能生怜也是好泥土 什么 污泥也有可取之处 赵大师所言 那凡事岂不没有定论 坏的东西也有可取之处 这是什么道理 没好没坏 因人而异 好像有点道理 你懂什么 你现在是手握成拳还是拳握成手 每天都要挨打 这道理就等于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 先有蛋 没有鸡有何来的蛋 先有蛋 先有鸡 没有先后 两者都对 要视乎造谎而定 我明白了 你又明白 明白什么了 大师直言 一切随缘不要执着 普通人随缘即变 得道者随缘不变 说来说去莫伶两可 我不明白 你最好能先去找一个令你明白的人 哼 说了半天我看那人就是你 不是我 而是你自己 大师兄 大师兄以污泥中能长出清洁的莲花 只可采莲花的洁净 不可取污泥的浑浊来迅士众师帝 但是祖师却说 污泥能生怜 也是好泥土来引导我们不能因污泥的浑浊而厌恶污泥 看事物要再更深入 更要用不同的角度看事情 以手握住拳 还是拳握着手 先有但还是先有机呢 来引导我们 世间很多事物是无法用一种角度 统一立场 统一时空来看待 对待及理解的 常因为时空的变迁 就会有不同的呈现 不同的状况 来引导我们了解不变随缘 随缘不变的真意 记得要按订阅 有需要达某组是专的影片连结 请留言赋予妹了 又灯灭了 你为什么说话 我们不能说话 只有我没说话 大师在做什么 你们在做什么 我们坐禅成佛 我摩瓦成静 摩瓦岂能成静 既然瓦不能摩成静 那坐禅又岂能成佛呢 那怎样才能成佛 要知道佛并无一定的形态 而禅也并非坐或卧 你们只知道打坐 而不知道为何打坐 这样便永远不见大道 那怎么样做才能见大道呢 从根本上修 什么是根本呢 心为根本 罪从心生还从心灭 一切善恶皆由心生 如果连这个道理都想不通 只在表面上下功夫 突然浪费时间 让我费时间 大师 大师 祖师以摩瓦成静 来引导我们 光坐禅是无法成佛的 为何要打坐 打坐时要做什么 打坐跟修行又有何关系 坐禅就是要从根本修起 心为根本 所以就是从心修起 人的罪业从心生出 还要从修心去消灭他 一念行善 一念作恶 皆由自心而起 空之大师 我弥陀佛 空之大师 我弥陀佛 世兄大名远扬 真是德高望重 我们前修佛法 不应有德师之心 贪图名胜 就会有喜怒哀乐 出家人应超越善恶德师 才可四大接风 这天中僧人没什么特别吗 他比他们那儿合上黑 听说他的佛法高深莫测 什么听说呀 我有个表哥亲眼见过他一根鲁尾就渡江了 真的 我不信 这位是达摩大师是吧 贫孙空智佛理浮潜 想请大师指点 心佛以及众生三者都是空 现象的直性是空 无胜无凡 无施无受 一切皆空 对不对 你为什么打人 你既然说一切皆空 那何来痛苦 看那看不到的东西 听那听不到的声音 知那不知的事物才是真理 你怎么打人呢 你打完就走了 师弟 师兄 你被他敲昏了头了 师兄 不要再说了 言语无法说清 只有用心来感受 空智大师在回答师弟的赞美时 回答 前修佛法不应有得失之心 贪图声明就有喜怒哀乐 出家人应超越善恶得失 才可四大皆空 这是二入四行修行法门的随缘行 但是仅仅是明白道理而已 随后问法与祖师说 星 佛 以及众生 三者都是空 现象的直性是空 无圣无凡 无师无寿 无善无恶 一切皆空 祖师已敲一下空智大师的头 一句话 既然一切皆空 何来痛苦呢 打醒了空智法师 真的顿悟到空 达摩祖师第一次与空智法师接触 从问话中 就知道空智法师的修道瓶颈 用敲头就可让空智大师能参悟空 这是达摩祖师的智慧 祖师真的能够看那看不到的东西 听那听不到的声音 知那不知的事物 听到说明你来自外面的事物 你怎么能够看得到最好 今年的事物 是你 那我去看我 你怎么能够看得到 我去看你 你快看了 你快看不知 你快看你 你快看了 你快看了 你跪在雪中以三天三夜 有何所求 请求大师为我安心 你心有不安 我非智力求道 但总有不安之事 那将心拿来 我为你安 我怎么找不到那颗不安的心 我已经将你的心安好 求大师生我为徒 你向我求法 为何不先醒悟自己 若知前世因 今生受的事 若知来世果 今生做的事 你竟有断臂求法之决心 那还有何不可 先赐你法号 为慧可 慧可向达摩祖师求法 达摩祖师知道 慧可的不安是来自于前世的杀人业障纠缠 于是 以若知前世因 今生受的事 若知来世果 今生做的事来引渡慧可 慧可终于体悟前世恶因 手上的红志是今世的恶果挂碍 于是以断臂来放下前世恶因的纠缠 才能静心修道 这是一位名师才有的智慧 干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达摩祖师为了度化贼头 不惜焚身感化贼人 这是祖师的智慧 也是祖师的慈悲 是禅宗弘扬佛法的最高原则 不可轻视执迷不悟的人 任何人在一念之差 都会弃恶从善 从以上影片 可以看到一位名师 对修道人的修行 有非常大的影响力